《焦点视频》《翼龙之原机》的时间形光幕见到翼龙师傅 Hello 你好 多谢你收看 师傅 今集我们会开一个新的话题 严格上来说都不算新的 因为师傅在《焦点视频》拍了四年的影片 其实之前都有涉猎过 但是随着师傅的粉丝越来越多 我们慎防有些新的粉丝就没听过 所以我们又可能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说一说 因为我们知道师傅在电话号码 也帮很多客户去改、调整他们的运程 所以其实也有些人都问了 喂 号码究竟原理是什么 所以一年多集我们都会邀请师傅去说一说 究竟这个数字里面有什么特别的 当然看片的观众我也鼓励 你可以在影片资讯栏找到师傅的专业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有老师的联络方法 也会看到八字命理初班线上课程的连结 按进去就可以把握年尾的时间 跟师傅去学习这个网上课程 好了 事不宜迟了 那我不如交给师傅去说 究竟生命灵数是怎样看的 还有有什么代表 好 麻烦你 Mac 其实数字来说很有趣的 之前我说过电话号码那些 现在我想说一个叫生命灵数 生命灵数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西方的 就是用一个人的出身年月日 去推算出一个号码 然后用这个号码去推算一个人的性格 行为各样东西的 当然这个其实都很多年了 有很多观众可能都知道的 不要紧要 或者可以温故之身 首先来说 原来我们的出生 我们是 譬如举例 今年是 没有今年了 去年 2022年 有个人是2022年出生的 他可能是11月5日 是时兰的 我们推算是因为西方的 全部用西方的新力去推算 不是用农力的 不是用中国的 我们怎样可以 凭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 得出一个数字就是 知道他大概的性格是怎样呢 原来很简单的 我们就将这一组的所有的数字 全部将它加起来 然后有10位数字的 都将它双加 就变成单一个个位的数字 就可以知道他人的性情是怎样的 好了 看看了 譬如说我们2022 那0呢 我们就不加的 2022就不加的 那就是2加2 再加2 好了 然后呢 这里还要加的 其实 再加1 分开两个 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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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5 是的 好了 这个就是得出了这个人的生命数字了 我们试试加上 2 2 4 6 7 8 13 是吧 我们是不是得到13 好了 原来得到13呢 我们就不可以拿13这个数字来用的 我们也不可以像中国有些的计法 就是说不看前面 只是看后面的3 是不是用这个方法的 是的 我们呢就要将这个13呢 将它化成一个个位数字 1和3再加多一次 是的 那就等于4 是的 好了 原来呢 在这个日子出生的人 生命数就是4 OK 我们就是这样去看的 好 为了要再等大家深入一点点 我再举一个例子 在下面好吗 是 譬如有个人是2000年出生的 是吧 接着可能是8月8日出生的 就是这样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又是将它这样双加一起 是吧 另我们又不加的 另全部不加 那就是说呢 2加8加8等于18 18因为是十位数字 我们又要将它1加8 将它化为个位数字等于9 是的 原来这个人呢 就出生的炼药加上 他的生命数字就是9 所以呢 大家观众呢 可以试试加一下自己是什么数字 加完之后呢 就开始留意我以下所说的 是 看看这个性格和你是 稳不稳合 那师傅 是不是总共有10个数字 就是1至9再加一个0 是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 其实原来不是的 原来是最多只去到9 好 因为如果这么巧 你的数字加10 我们又将它再化一次 就是1加0 0不用加的 其实就是等于1 如果计算10的朋友 就等于1 如果计算20的朋友 就等于2 计算30的朋友 就等于3 可以吗 明白 如此类推 啊 你太好了 问这个问题 我广告了 谢谢 好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请做齐留言 赞好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 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 会见到有主播专业的链接 按进去的时候 会见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 和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 是一个知识共享的 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的 如果你计算到 心灵灵素是6又如何呢 原来6 它在西方的说法 反而你是一个很温和 还有很有爱心的人 喜欢去帮助人 照顾人 或者服务别人 你看看对不对 我见有很多都是 就好像一个天使 一个人间的天使 降落凡间 那样 可以爱心去帮助人 而且呢 就很有同情心的 6 如果我要将它化成 如果我们中国的 那大约会是什么呢 我们试一下不如 如果我们的后天八卦 6的话呢 应该是等于 陷阁 陷阁 陷阁是水 是的 那变了来说呢 其实人呢 可能有一些水的特性 水在地球上面有什么用呢 就是 知养万物 是的 地球可不可以没水呢 可以 可以了 一日没水 人就开始呱呱地了 就是你没了水 就是所有生物都不会存在 基本上 所以水呢 就是照顾别人 照顾万物 照顾别人的 去将自己奉献出去给别人的 所以如果6的你的话呢 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 见到别人有受苦呢 你都会有一种想去帮助他的慈悲心 是的 那也都会很多时候为了身边的人呢 去牺牲 去奉献 是的 或者日常生活都会照顾到自己身边的人了 那所以 似不似一个人间天使呢 那所以就说 就是这样 那6来说呢 的人呢 其实是较为细心一点的 有较为细致一点的 是的 因为水呢 如果不是太大 不是太洶涌太白白的时候呢 那些水呢 游情似水是很温和 是可以令到别人很舒畅 是的 所以逢是6的生命零数的人呢 擅长处理一些复杂的东西 也都会将它化繁为简的 是的 那也都是会 倾向较为偏向一些 我们叫做完美的主意 那所以 那6 原来都是一个 我们较为中意的数字 是的 我们就是这样看的 嗯 嗯 OK 那又是说一句 那大家可以 又知道 多一个号码的特性了 留意一下你身边的 一些朋友 亲人 看看他们有没有 以上的一些特质 那如果有的话 或者没有的话 随时都可以 在影片留言区 留言 大家探讨一下 都是说一句 有机会 可能不知道 你会不会计错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 研究一下 一起 逆龙师傅的联络方法 可以在这个影片资讯栏里面找到 因为里面 会有逆龙师傅的专业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 就会找到 师傅的联络方法 和八字命理初版 线上课程的连结 随时随地 都可以跟师傅 去学习到八字命理的知识 一个价钱四十六堂 其实是相当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跟师傅 研究其他一些 八字 一些生命灵数的数字 好啊 拜拜 拜拜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请做齐留言 赞好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 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 会见到有主播专业的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 会见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 和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 是一个知识共享的 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